四十多幅国画作品 8月18号在休斯顿乔教中心连两天展出 举办这一次画展的旅美画家刘昌汉 协同学生一起为大家多年学画成果 举行了这一场画展开幕仪式 分享大家多年来的学习心得 当天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休斯顿校友会也组队前来祝贺 对才华洋溢的刘昌汉表示有重敬佩 刘昌汉是我们台湾艺术大学的杰出校友 他也是当代非常有名的水墨画家 不仅他的作品在海峡两岸非常有名 也就是在世界花人圈内 他的水墨画也是享有盛名的 很多的美术馆和私人都收藏了他的画作 刘昌汉他本人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画家 不但是有天分 最重要的是他是非常努力的画家 他从高中开始就获得了全省美展的第一名 他的文笔也非常好 这次展出作品以三川流水花会为主要题材 让人一走进展厅就好像走进套花园一般的轻松自在 休斯顿参展学生是第一次与老师连展 大家在当地的亲朋好友也特别感到会场献花祝贺 为现场增添了热闹温馨的气氛 我个人对话完全不懂 但今天看到刘教授的画 我一进来就非常舒服 看到这个雪山 看到冰河 气势磅礴 看完之后就是觉得真的非常愉快 而且走一圈看完学生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这是刘老师是一个 不光是一个好的艺术家 而且也是一个好的老师 这个吴慧琪学姐是我在大专少年和唱团认识的 那我们是因为有音乐共同的爱好参加和唱团 那这次我发现呢 她跟刘三汉老师学画画 我非常敬畏她对艺术追求的精神 所以呢特别买花来给她鼓励一下 我觉得艺术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玩的事情 不要有太大的一个目的在那里 那如果喜欢就画 真的想停的话我也不勉强他们 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负担 这样子反而会比较轻松 擅长水墨画艺术的刘昌汉 门下学生跟随学画时间从一年多到十多年 也都在这次难得展出机会 刮伤了自己满意的作品 更有些学生在经历多年学画后 融入自己特殊观念及创意 创作出意念更符合时代性的艺术作品 我觉得刘老师的教学它就是很open mind 它除了就是说要注重传统 所以每个学生一定要跟他学画 开始一定要从画石头啊画树啊 一定要有一些基础 然后就慢慢看个人的兴趣 然后看你的进步的程度 然后但是我觉得它最好的就是 它非常鼓励你自己去寻找你绘画的题材 所以你可以用照片 从照片上面去画也可以 反正去旅行 大家常常旅行啊 拍的公主照啊 你都可以 断断续续大概学了快两年左右 就是刘老师这边就是学基本的国画 剥墨的画画 而且从老师这边教我张大千怎么剥墨 这个我很喜欢 然后我自己也喜欢西洋画印象派的画画 所以我就把它融合在一起 我跟刘老师学画已经学了十多年 他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说 他教学是真的是因才师教 因为每一个人的我们的本系不一样 有的人比较粗比较有戏 最常常会要教我们各种的方法 发挥你自己的天性 像我喜欢风水画 他就帮我教我怎么样画风水 然后怎么样告诉我怎么样改记 那样子 其实我觉得绘画是一种本能啊 每个人都可以画画 像小孩子他从来不会有一种压力 认为怕别人会笑 画的画的好画的坏 他们拿起笔就会喜欢画 那其实大人也是一样 大人给自己很多的压力 但其实只要肯画都可以画得出来 那我教学生基本上我是从最基本的传统的开始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一般学技巧 学半年到一年就可以画得不错的了 基本上如果要临摹造的什么画 都可以达得到那效果 正如刘老师所言 民众学画如果没有目的性 可以学得更轻松自在 随心所欲的辉豪 让心情随着绘画意境 徜徉在空山淋雨的优雅美景 将自己暂时摆脱喧哗的成效事件 不也是美食一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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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